这座小镇我们还会再来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新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黑龙江省牡丹江海林市横道盒子小镇 这座被誉为火车拉来的小镇 曾经是中东铁路线的重要枢纽 百年的俄世风情 现代化的旅行体验 为这座小镇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那么今天就跟着小新的步伐 一起走进横道盒子小镇 一起来一场浪漫的冬日之旅吧 走 海林市横道盒子镇始建于1897年 是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众多的铁路遗存 使它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百年铁轮骨镇 虽经百年沧桑 依旧完好的保存着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建筑风貌 现在我们整个镇的占地面积是794平方公里 内设两个社区和六个行政村 现在我们身后的这一个就是百年俄世的老火车站 所以我们就过来了 烟火清晰也比较重 这边的雪也更好玩 目前小镇有俄式建筑256栋 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6栋 是中东铁路沿线 俄式建筑遗存最多 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小镇 走进中东铁路建筑群可以看到 横道盒子机车库 如一家巨大的巴扬秦 一落于此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机车库是分为三个部分的 1到15号车门的内部 是我们的室内博物馆部分 这一辆前进型蒸汽机车所停放的是我们的室外展区 这个圆盘形状的是我们的机车转盘演示区 现在大雪下面压着的是我们的15条轨道 100多年前啊 俄国人就设计了这么一个创意 将火车头停放到我们的这个桥上 四个方向呢 有四个把手 四个人同时转动这个把手 就可以转动这个桥 精准地对准我们所要入库的车库门 横道盒子小镇是因中东铁路而生 也因中东铁路而闻名的百年名镇 京东随着冰雪旅游热 它又以俄式风情文化 绿色生态文化 东北虎文化等特色文化旅游资源不断出圈 独特的建筑风格 美美的地理风貌 吸引着八方游客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感觉这边很好看 每个建筑都非常的统一 然后感觉每个地方都特别出现 在火车上的时候 看外面的那个雪景 就有点像那个泥海雪原的感觉 特别是那个平地的时候 一望出去那个雪 真的好美啊 就对我们这些很少见到雪 很少见到那么厚实的雪的人来说 真的是很好看 一路走来 我们纵观了一座小镇的发展变迁 曾经这里是工业化的花园城市 而今随着冰雪旅游的兴起 它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 何不亲自来走一走合个影 感受小镇独特的北国风光